You're my everything And I need you to know I just can't wait Hello 大家好 我是Happy 那不知道大家 記不記得我之前有一集 就是有分享過開箱 就是我之前在韓國的KaoKaoShop 買了什麼的 其中就是一個指甲貼 就像這隻一樣的 那我終於弄完了 那就是Y人公仔的 它有不同的 它分別是粉紅色和這個 那這次我是第一次 切指甲貼 但是我貼完之後才發覺有很多東西 很方便的 所以今集影片就是大家看完我這段 分享之後 看看我會不會再考慮自己貼 那首先第一件 就是因為我本身有戴牙套 就是透明牙套 我發覺原來我摸的時候 摸牙套出來吃東西 是極度不方便 是因為我之前是用指甲去摸的 但是如果這些的話 你貼好了的話 其實它不會特別實 那你貼的話 你摸的時候 是很不方便的 第二件就是戴抗 那我本身平時出家都會戴抗 但我發覺 摸出來的時候 我都會比平時用多了少少少時間 因為有人說是用肉圓 但我平時也是會用指甲來摸抗出來的 那第三件就是 假如你是長頭髮的話 洗頭的時候 和吹頭的時候 你的頭髮是會摸到指甲的縫裡 那你就會一斜 很容易扯斷 另外因為你扯頭髮出來的時候 其實裡面的膠都會被你斜掉了少少少 那所以就會好像變得 現在這隻指甲這樣就是 挺不實的 已經脫了一半了 那其實現在只不過是 我貼了的第二天 就已經沒有了一半了 那所以呢 這個也是大家要注意的地方 看看你的頭髮 你會不會可以 有什麼辦法 令它不塞你的指甲 那假如你說這三點 我都完全可以接受的話 那這個就是一個我的小小建議 就是你貼的時候 你要留意你的手指甲弧度 因為我其實全部都很貼的 但是到時候這隻 我是貼錯了的 對 你會看到我的指甲板和貼是分開了 其他都是貼得很緊的 那所以呢 你貼之前 你自己也要注意一下 究竟是否每隻手指甲對手指甲的 那如果是的話 其實你貼完都會很漂亮 很完全很純合你的指甲來裝的 它保持的效果大概 好像在包裝寫著 7至10日 5至7日 所以大家如果想 漂亮一會兒都可以考慮的 而且它其實也挺貼緣的 如果你沒有貼錯的話 那就是一個超緊短的 我自己做完之後的感覺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去買的 那希望大家喜歡我的 這段影片 喜歡的話給我一個讚 還有記得幫我找到 那大家下次再見 拜拜 有些太色的 那我需要你們知道 我剛稍為一礙 我只會待一會兒 那我和你拼了